好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今天是2024年4月8號 台股今天是漲了80點 但是這個比較市場關注的ETF都沒有漲 那漲80點對他們來講也沒有用 那為什麼會這樣 等一下我們在解盤會做說明 好 那我們最近的直播點讚數最高來到2600 這是觀眾可以說是高度的肯定支持鼓勵 有時候我會看YouTube影片幾百萬人的 七八百萬人的點讚數 那個比例大概都是可能是兩千分之一 那我們這個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幾乎是你看這個觀看的人 4萬5點讚 2千6你自己算 我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當然這是 觀眾給我們的支持肯定跟鼓勵 也是我們長期節目展現出來 讓觀眾會覺得值得看 所以他最常給你點讚 要點讚這麼高真的是不容易 我們非常的開心 我們會珍惜這份投資人的付託 好 有股票問股民帶到電話留下來 留在哪裡 留在直播正下方這邊有個LINE連結 留在這裡就可以 也可以透過LINE的ID碼來搜尋 小老鼠A 小老鼠要A也要 小老鼠A 我們公司代表號 25006999 所以我就可以找到我們的LINE LINE 然後留下來 發股民帶到電話 這樣我們就回答 在等一下節目的結束 我們就回答你問的股票 好 當然可以跟我們做一個直播的互動 我們直播今天有很多粉絲在裡面 都可以跟我們做一個互動 我們有很多粉絲 每次看到很多粉絲在裡面 都很熟悉鏈孔 我們會覺得非常的開心 我們看看有哪些粉絲 今天是禮拜一 然後粉絲就知道發什麼了 我們看看有哪些人在裡面 我們看一下 我們今天有哪些人在觀看我們的直播 我們看一下 好多好朋友都在裡面 哇這E好多人E 好我最前面就一大堆的E 好這個王順龍 黃婉婷 林立華 林奇文 黃妙英 這個 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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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宗鼎 吳宗鼎这是开修理车的 开一个露营车的 他很开心说老师 我用古神系统来操作 他是软体货员 赚了一台露营车 这台车是老师送给我的 非常的开心 吳宗鼎 都在一个漂亮的妹妹去露营 很开心 不小心把秘密讲出来了 好 这个詹世川 黄妙英 黄世瑞 杨瑶志 这个 鹅允 鹅允 这第一次看到鹅允 汪郑志 汪郑志 李庆凤 太多了 很多好朋友在里面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今天说真的肚子很饿 忙到没时间吃饭 我的平常午餐 就是两颗蛋 这两颗蛋就是我的午餐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蛋最好吃的是乌骨鸡蛋 因为那三天才剩一只 剩个蛋 非常的营养 所以我平常午餐 我通常是吃乌骨鸡蛋 今天中午忙还没吃 今天做图卡比较多一点 这个说真的我是有点饿 怕饿过头了 饿过头头会晕晕的会讲 解盘会讲不好 所以我先吃一个蛋 跟大家讲乌骨鸡蛋 这是全世界最好吃的蛋 平常炖像冬天我都会炖吃全大补 那这个也是一样 我喜欢乌骨鸡来炖 这个平常的土鸡肉鸡 我觉得肉质不好吃 我喜欢炖乌骨鸡来吃 当然这乌骨鸡蛋 也是营养非常的好吃 平常就是最喜欢吃的 中午两颗蛋 就是我的午餐 这是我今天的午餐 很Q糖很好吃 不知道我昨夜还拍谁 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解盘 新闻解读开始 新闻解读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为什么你看很多问题解盘都是照念 他把自己当作记者的小弟 当作主力的打手 怎么照念鬼扯 如果看报纸做股票 他就会赢 没有人会输 股票上每个都是赢家 不可能不要傻了 所以解读不是照着念 那不要搞错了 我们说明一下 好华汉强攻A 你看最近出好多好多华汉的利多 但出那么多利多 股价涨不太动了 你会发现最好赚是这一段 最近好像涨不太动 但还没有跌破 最近好像涨不太动 利多一直发 股价涨不动 很奇怪 在美里有操作华汉吗 有耶 你刚好赚32块出场了 买进日期 这边有 342 这是3月26买的 3月29 买掉了 342买 374买掉了 几乎卖到最高顶部近 多漂亮 卖完就开始不会涨 很奇怪 就像达发一样 当时最高点 717我卖到710 卖完达发到今天 你好像涨不上去了 你自己看看现行就知道 你看我卖的多漂亮好不好 最低跌大跌破拉回了100块 联电世界先进买盘进注 你看到一个新闻 当然新闻记者都会写一些好听的 那有时候可能是某种 为什么要写你就知道为什么 好好好帮你写 对不对 这时候你看这个新闻就不一定正确了 那我们看看联电世界先进怎么看 联电 不是吗 为什么 三线软啪啪嘛 这种股票我是不会买的 你买我祝福你 我不会买 不好意思 好 世界先进 一样啊 你看它架构这么正确 不正确为什么 第一线太短啊 下面长 第一线短代表上涨反而要中啊 那目前第一线都快挂了 第二线已经跌破了 三线架构非常的脆弱 所以这种股票 不好意思我不会买 你买我都恭喜你 我祝福你 这种股票我不要 懂我意思吗 让你们看周线好了 哎哟 夭壽啊 你看从2022年1月 如果你当时没有跑 你不晓得这是高点不跑 完蛋了 你先赔6成 赔快7成 接下来就在那边盘了 那目前现在先行 从周线来看 第一线翻多 第二线翻多 第三线太短啊 第三线太短代表动能不足 上档反压沉重 就是这样 怎么找 就这样 这种股票我不会买 当然有买我都祝福了 我没有特别意见 反正我不会买 好 好光学厂 充车用 大家都搞车用 搞AI对不对 好先进光 发力多了 先进光 先进光 你看力多有用吗 已经套多久 你为什么不早点出厂 对啊 这段你可以赚啊 你这里就不能再做了啊 这就是一个股票的一个操作的原则 可是很多人去违背了 你自己要搞一套 你那一套如果有用 可以啊 就怕你那一套没有用啊 老师我都看KD看RSI 然后赚很多钱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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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看 你也不要看我节目 你看KD 还实在做什么都你看我节目干嘛 你就继续看就好了啊 你的方法只要会让你赚钱 你就继续用 好老师我都保安到的商态住 要把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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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对不对 太大 套在那邊幹嘛 痛苦 好 預金光 翻多之前 很多買進訊 拉長紅棒突破所有壓力 這對龍 然後就往上漲上來 那目前呢 目前第一線變短了 第三線變短 第二線跌破 當然就比較不好了 所以剛剛講光學嘛 光學就先進光 新聞燈的嘛 對不對 新聞燈完你發現你買進的套 就沒有用嘛 對不對 先進光啊 對不對 先進光 還有什麼 預金光嘛 預金光是比先進光還要強的 當然它翻多時間比較慢 先進光比較快翻多要轉空 每檔股票走勢都不一樣 好 預金光呢 大漲之後壓回 所以當然有明顯轉落幾下 這外面有操作嗎 剛好有 真的嗎 有啊 這裡啊 我們都講過了嘛 我們是3月21買的 買多少 477 賣多少 賣516 所以39塊把它放口袋516 沒錯嘛 這一定有了 好 我們再看 好 索尼高階的CMOS 神盾 彩域 掌握關鍵的一個零組件 關鍵的技術 讓我們看神盾 這對不對 3000在多方 可是很脆弱 你看不出來嘛 這一段才是你要操作的嘛 然後這裡就不要玩 你這怎麼玩 你跟3000架構你怎麼玩 你怎麼玩 你也賺不到什麼錢啊 這樣懂意思嗎 這種股票 現在我是不會買它 我也不會做它 搞不好想放空了 這一段 這一段當然可以啊 來到這裡 你很明顯發現這一段就不對了嘛 那你不對你在那邊衝在那邊坐 賠了富人又責兵 何必呢 沒有必要嘛 時間浪費掉錢你賠掉 好 神盾腳那腳安國 安國這邊出現三個賣訓 押回來反彈 什麼反彈 空頭反彈 看到了嗎 空頭反彈 不是翻多 不要搞錯 空頭反彈 174 這裡要做多放空 這答案應該是很明顯的 我的看法應該是很簡單 不相信 再把它模擬 模擬分析下 模擬分析 模擬分析在股神系統 六星法蘭板裡面有這個功能 有模擬分析功能 比方模擬 假設趨勢線 股價不動 一樣174 173.5 股價不動前下 趨勢線 往下掉 這表上漲壓力非常非常沉重 這裡就告訴你了嘛 所以這種股票原則上是不能做多的 懂意思嗎 反過來思考 那就不用我講了 懂嗎 好不好 這是我的看法 不一定正確 我們解盤都做參考 如果我那麼厲害 每一檔都很準 叫他漲就漲 叫他跌就要跌 叫他不准動力 政策站好 那你每個人都要拿三支箱 給我擺 我要變神 我沒那麼厲害 只是比較準而已 我沒有 如果我大部分都講錯 不會那麼多人按讚 我相信大部分也是講對的 當然少部分可能會講錯 不是神嘛 好 三大記憶體廠重申 怎麼樣 報價喊停 不報價 為什麼 漲太兇了 不報價 看到嗎 這個正後漲價訊號 醞釀升高 三大記憶體廠要漲 這三大記憶體廠當然是美光 這個三星 海力士 不是我們台灣的 我們台灣相對的是比較弱 來 台灣的股票 記憶體 哎呦 怎麼這麼弱 對啊 你看壓力這麼沉重 你看你這段四個月 你看到多少利多 多少滑棒便利多 有漲嗎 有嗎 不用看我知道這個不能買 你要在研究還要在分析 還要在辦公司 不用 不用那麼複雜 一看就知道嘛 不能買就是不能買 懂意思吧 好 藍尼亞科 一看就知道了 空投反彈嘛 第一條沒有反對二三個反彈 空投反彈 這一段就更不用講 買一金不是套牢嗎 一套三個月 對 時間賠掉錢也賠掉了 賠了夫人又責兵 何必那麼痛苦呢 對不對 沒必要嘛 好 記憶體比較靈活的是我一綱 我一直認為它是 看股性 股性它是比較靈活 股本也比較小 所以你看 當然不對 所以你買一金幾個月 不要看紅棒就要追 追啊 你先套三個月有沒有 空投格局 像這種格局我就不碰 老師快換多 那等換多再說嘛 我又沒看到他換多 沒有換多不要急 老師那個學生好像不錯 他本來壞學生 打撞球 上課 跳課 現在好像變乖了 好像準備考試很認真讀書 考試出來再說嘛 你又本是考個六十分七十分八 好學生 你還在考三子 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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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好講 目前呢 目前還是壞學生 好像有變好的趨勢 那目前還是壞學生 對牛彈琴不是牛笨 而是人蠢 狗障人士不是狗狂 而是主惡 因為主惡很兇 那些狗才特別惡 一個人在那邊對牛彈琴 他牛都聽不懂 你對他彈琴有什麼用 看問題不能只看表面 而看本質 就像你看新聞一樣 你不能只看利多 然後就會做股票 這是不對的 會被出貨 我剛講華邦店 幾個月了不會動 南亞科幾個月不會動 還一直往下跌 多少利多發也沒有用 你看到是表象 你就容易受騙 照片看到可能是本質 我知道這個不對 所以我不會去買 這樣懂意思嗎 你看到可能是新聞利多發 那是表象 所以看問題要看本質 不能只看表象 這非常重要 好不好 好來 文藥 這也是記憶體通路商 目前是全世界第三大 第四大通路商之一 因為他併了 重要的公司 把它併進來 併過這個公司 Future 好 我們看文藥怎麼看 來 不對啊 123456 有這麼多賣出去 那我怎麼會對那三線跌破轉空 你叫怎麼看 那就是空頭 就是空頭 怎麼看還是空頭 不可能變兜頭嗎 有在說嗎 至少我們現在沒看到 好不好 面對空的股票 有持股 賣掉 我的做法 我是不會這樣做 你怎麼做我管不到 你做參考我不一定正確 如果面對空的股票 要賣掉 甚至反手換空 絕對不可能做多 這是我的操作邏輯 你可以做參考不一定正確 好不好 來 不要害怕攻擊你的敵人 該害怕的是奉承你的朋友 朋友比敵人更可怕 真君子 這個比那個 這個小人更可怕 偽君子比真小人更可怕 假的君子 這個很好人 他是大壞蛋 偽君子 偽君子比真小人更可怕 真小人 偽君子 離他遠一點 你會防範 可是偽君子 他表面上是君子 那假的 偽君子 你想要做朋友 你就被他陷害了 偽君子 比真小人更可怕 懂嗎 攻擊你的敵人 可怕 但是 奉承你的朋友更可怕 有些人陷害你 這樣懂意思嗎 我們做人做事 要慢慢學聰明 不斷的這個學習 你看一次報紙被陷害賠了錢 第二次要再看 還要再買 還要再賠錢 第三次還要再看再買 你輸了什麼好 笨啊 怪誰 門口一顆石頭 可以出來被絆倒了 對不對 腫起來 好可憐喔 冠宇 怎麼出門 怎麼額頭腫起來 老師就出門被門口石頭 不小心絆倒了 好可憐 第一天人家會說你可憐 第二天 怎麼怎麼 昨天這裡撞到 今天這裡腫起來 又被那顆石頭絆倒第二次 人家會說你可憐嗎 你怎麼那麼笨 第三天要把門口撞掉 人家會說你可憐嗎 你這個豬 兩天撞 一天撞這裡 一天撞你第三天還撞 同一個石頭 還被撞掉門口 這個豬 都被笑了嘛 懂意思嗎 所以人家學聰明 你每次看報紙就被陷害 每次看報紙就被出貨 你一直看報紙做股票 都不會想要學習長大 那這糟糕了 不好聽啊 講實話 講實話都是不是那麼好聽 良藥苦口 所以我說我講實話你不要太 我講 你老了 你要講假話嗎 我現在你不要聽我講假話 你潛在素 你希望我跟你講的是真話 那真話就不一定很好聽 好不好 新聞解讀我們先講到這裡 好不好 那我想 我的新聞解讀可能跟別人不一樣 我這個節目也沒有人做得出來 這是我們的特色好不好 好 覺得不錯 就幫我們點一個讚 這對我們肯定支持跟鼓勵 有股票問題要問股民代號電話 在直播陣下方有個Lite連結 點進去就可以留下股民代號電話 也可以透過Lite的ID碼來搜尋 找好朋友 想要數A25006999 這樣就可以找到我們的Lite 一樣留下股民代號電話這樣就可以 好 大家最關心的 AI族群 AI概念股他怎麼看 我想大家很關心的 萬一AI漲不動 萬一AI盤整 那你很多資金要小心 你不知道又在那壓在那裡會受傷 好怎麼看呢 我們看今天AI 漲的漲 跌的跌 有一檔紅的叫做廣民 對不對 廣民亮燈漲停板 好漂亮 最強當然今天是廣民 那其他就漲跌附件 像台光電漲8.5% 這個新寧 今天大漲 今天漲跌了3.6% 尼德柯 跌4% 這個七紅反而漲4.7% 雙紅繼續漲漲6% 漲跌附件不大一樣 最強的是廣民 看到這邊 廣民今天最強 這代表你又有廣民 剛好有 剛好 剛好有 廣民 公賀漲停板 沒有怎麼會公賀呢 詹明我知道了 你一定跟其他分析師一樣 手上股票100多檔 每檔你都有 不好意思 我從上節目到分析師24年 詹明手中的會員股票 就是5檔 我絕對不會超過 沒有賣掉 我就不會再買 手中就是5檔股票 有可能4檔 有可能3 就不會6檔 我不會超過5檔 懂意思嗎 所以我永遠在5檔以內 所以我不是每一檔都買 每一檔都買 人家鬼扯 人家詐騙 為什麼 投資人沒那麼多錢嘛 你每一檔都買不是詐騙嗎 跟詐騙有什麼差別 好 官民 看一下那格局 原來三線換多 同意是嗎 這邊盤整很久 1 2 3 4 5 6 7 8 9 這一天突破我一定有講 對不對 在跳空 哦 翻多了嘛 所以我就買進 買進 整理了幾天 今天漲停板創新高 差點創新高 當然我就買這種股票 官民 算是 廣達集團的股票 廣達只有三檔股票 廣達 廣民 頂天 三檔而已 那廣達我又買 廣民也有買 好不好 好 目前賺股票是漲停板獲利的 好 廣達我們今天賺四塊就把它出了 可是有點漲不大洞 不喜歡盤在那裡 所以我就把它出了 沒賺多少好不好 廣達廣民都有 廣民 今天是AI裡面最強的股票 AI最強亮燈漲停板廣民 好不好 好 媒體 大買的股票 跟AI出錢 其實很多重疊 市場大部分都講AI嘛 沒有講AI做不到生意 做不到生意 所以很多人來講AI AI到底怎麼看 透這邊 我們透過電腦來看 好不好 來 這很簡單 看一下 我像平常電腦是設四個畫面 等於有四台股權系統 真的非常的棒 當然你的螢幕尺寸要15吋以上 你不要老四伏要12吋 12吋你用四個畫面 你也看不清楚 太細了 通常我15吋以上的電腦 才建你用四畫面 那我想要看 我就平常用這樣 自旋骨 全脂骨 全脂最高比重 目前就是台積電第一名 聯發科第一名 最高全脂的 前面八檔 大概在台股50% 加四十幾塊要50 所以八檔股票一定要看它多空 另外成交值排行榜 對不對 還有什麼 這些0050相關的股票 生技股等等 那時候把它設成交值排行榜 有沒有 成交值排行榜 就這樣 大間量最大股票 量值最大股票 還有什麼 還有這是AI概念股 我們把它設在這裡 好 看一下 進來888就這樣而已 好 銀幫 哎呀 慘不能讀 很可憐 說真的買到銀幫的人 太可憐了 但是通常都很準對不對 壓力很沉重不要再追 半年了 過去了 時間浪費掉了 錢也賠掉了 何苦啊 何苦啊 這樣何必呢 你的錢這樣輸 你的心情這麼低落 買那股票痛苦半年何必呢 公投格局嘛 好 這個 見頂 不對嘛 前年反過 壓力沒有突破 你看 今天第一線有跌破 這個啊 台光電今天反彈 對不對 對 門口壓力這麼沉重 你就知道對不對 懂嗎 這邊還有很多壓力 這股票是不對的 雖然三千萬多人上檔壓力 非常沉重 多的力量也不強 好 心靈 昨天創新高 先拉回 但多頭格局慢慢變漂亮了 對不對 好 這個 光寶 對不對就不用講了 空頭格局了 雙紅 今天繼續創新高 現在越來越強 很漂亮 所以我早就跟大家講了 AI裡面 最強的就是 散熱族群 有沒有講 你有印象 我跟你講 AI最強的散熱族群 來 再打一個1 寫一個有 不要吹牛 在外面你都沒講 事後在那邊吹牛 跟其他老師都一樣 厚藍 每天都亂騙 不好意思 你有印象 我跟你講 AI裡面最強的是散熱器族群 打一個1 再打一個有 來 有嘛 很多人都有看到嘛 對不對 好 阿尼基 阿尼基我第一次看到 好 好 這個 喬安 洪培德 洪培德看了很多次 好朋友 來 劉 劉 劉 晉 陳 富林 美美 美美 美美都看了很多次了 楚建佑 蘇玉 這都看了很多次了 施小香 徐美美 徐美麟 徐文藝 看過很多次 有沒有 都講 有啊 我確實有講 我不是鬼扯 這麼多人點贊 大家愛看 對不對 我又沒講錯 對不對 好 雙紅 好 齊鴻 今天大漲 又上一線 對不對 這跟你講過嘛 這不大對 壓力突破了沒 586 570 沒有突破 第二線 剛剛站上 第三線還沒站上 這線型 這一段漲上來是齊鴻最強 後來變雙紅 對不對 就這樣我都講過了 但是他還沒死 我就跟你講 多頭整理他還沒死 尼德柯 也是慢慢有轉弱跡象 有沒有看到 有 DCA的多發沒有錯 慢慢有轉弱跡象 好 這個光搭 剛講過 今天把小狀獲利出場了 有點牛皮 光明 多頭格局 後面應該還有高點 音樂達 對不強 很短 線很短 好 技嘉 對 但是不強 太短了 一度是 跌破掛掉 第一線都快掛 感覺又要怎麼樣 回光返照那種感覺 所以這種股票我也是不會買 多頭太弱了 好 衛星 空頭格局的 華碩空頭格局的 好 這都不對了 好 接下來是偽創 多了還是不強 為什麼 第一線太短了 好不好 好 太拉電 壓力沒有突破 這邊壓力沒有突破 你看這邊很多壓力 有 很多壓力 這裡沒有突破 當然就不對 多頭壓力沒有突破 好 星星 多頭很弱 很短 三線很短 好 台藥 慢慢有轉強 一直在多發 慢慢有轉強 前面盤整 就是二三線太短 慢慢有拉起來 好 整個歷程 反而是慢慢轉弱 看到嗎 慢慢快要掛掉 這種股票是不會再買 之前撞過一波 好 所以我們很簡短時間把 AI講完了 講完之後有沒有答案 有啊 答案就出來了 答案很簡單 就在這裡 AI概念股已經變成激樂了 實之無為 氣之可惜 有沒有多頭 有啊 雙紅啊 有啊 對不對 心靈也還沒有跌破 還慢慢轉強 可是很多股票都已經掛掉 華碩 微星 技價也是很弱 一大堆對不對 銀邦 光寶 一大堆 所以你發現 對的股票越來越少了 變什麼 變激樂 實之無為 氣之可惜 就這樣 有沒有弱 有 好像吃不飽 所以我想這個答案就很簡單了 對不對 好 像我剛剛講 廣達我們今天小團出場 不跟他玩 二尾場就很弱嘛 連華哥都已經高檔都轉空 一大堆賣訊了 雖然都AI已經不能再玩了 你必須小心避開 對的有的不多 操作上一定要非常小心 好不好 我們先把第一個階段 30分之間結束 我們進段廣告 直播還沒有結束 我們先進廣告 這土雞蛋真的很好吃 大於國際頭部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長信 是我們的理念 避開投資限期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為您打造夢想的財富 零號25006999 零號25006999 好我們回到現場 照這邊 AI族群怎麼看 我們再講一遍 再講一遍 不要說我沒講 變成雞肋 十之無畏 七之可惜 不是每一檔AI都對 很多AI是不對的 你不要當 好像沒拿到會漲 不是這樣 不要搞錯了 來哪些 就廣達 還在多頭 可是漲不大洞 所以我今天小賺就出場了 不玩 偽創 比廣達弱 看這就知道 比廣達弱 好 年八顆 不對啦 高檔出去 賣出去 三線都轉空 怎麼會對呢 見準 非常弱 多頭都非常弱 華碩剛才講過 轉空 微星轉空 這都不對 瑞毅 三線破兩線 連第一線都快掛 這怎麼會對 IC設計 創意呢 天啊 鐵套八個月底點了 你買進去不就哭了嗎 時間賠掉 錢賠掉了 賠了夫人又哲兵 對啊 這AI啊 問題 台積電子公司 台積電都要持股33% 問你買進去會賺錢嗎 不會啊 那買進去不就哭了嗎 對不對 衛生呢 天啊 你12月15日就該出了 你都報到現在 你報到現在有比較快樂嗎 不會啊 比較開心嗎 不會啊 時間賠掉了 錢賠掉了 對不對 然後帶來精神的痛苦 憂鬱症 晚上睡不著越想越不甘心 又得憂鬱症 有沒有 買這種股票幹嘛 那這股票不是 某一個老師嗎 大力鼓吹說 多厲害多厲害 哇 結果Light最高 YouTube最多人收看 哇那一大堆 廣告做了很多粉絲 盤又講不對 害死人更多 這樣不好 截內緣嘛 懂意思嗎 你跟我在一起 你跟我看我截 你希望截善緣 因為在裡面大部分股票會講對 我也不會違背良心 那總共跟你說多 害死一堆的人 那是截內緣嘛 我們要截善緣 這樣才會越來越快樂 來這裡你會覺得很開心很快樂 因為我跟你講股票大部分是對的 所以很多人要點讚 那如果跟你講大部分都不對 我那三字經大媽扯 王八蛋大媽扯 對不對 你要跟我點讚嗎 不可能 所以我們做過比較像 人生截善緣 不要截惡緣 好 資源呢 不對啊 我早就跟你講你不相信 對不對 有一個投資人公司 老師我買資源賠得很慘 這一波賠到脫褲子 沒辦法 我跟妳講轉空 我不是沒跟妳講 對不對 好不好 好環球晶呢 不是台積電的金銀片 跟環球晶買的嗎 台積電上有 台積電一直漲 金銀片的這個環球晶漲不動 就這麼多啊 你看這麼多壓力怎麼會漲 空頭格局啊 我們講有啊 你就不聽 所以你不要用你的想法做股票 最標準答案在這裡 你要看哪裡 你看報紙也沒用啊 答案就在這裡 不是嗎 好 所以買錯股票 時間那麼掉錢賠掉 賠了夫人又責兵 而且把精神都賠掉了 感情也都賠掉了 哎呀 這太不值得了 好不好 不要把自己的鞋穿到 伸到 不要把自己的腳伸到別人的鞋子裡面 在講什麼 就說 有一個投資人說 老師我其實跟你講 我是一個行業裡面大老闆 某一個行業大老闆 好幾十億的財產 賺很多錢 可是我到股票市場還怎麼賠了一屁股 怎麼做都怎麼做不贏 為什麼 你把你的腳伸到別人的鞋子裡面 你在你的行業你很厲害 你到股票市場你還是高手嗎 股票市場你是第一手 你還沒有錢對啊 你拿錢來輸不是嗎 你會做股票嗎 對啊你在你的行業很厲害我知道 你在股市裡面 你在股市跟幼稚園一樣 你還要厲害嗎 你知道你在你的行業 那些東西能夠用到我們股票市場嗎 不能用啊 不是嗎 對啊 不要以為好像 我的腳可以伸到全世界 我都可以跨足全世界 不要傻 你到股市裡面賠屁股 我跟你講 不要把自己的腳伸到別人的鞋子裡面 股市不是你的專業要認 不僅專業找一個專業人根就好 你幹嘛在那邊亂把它賠掉 不要傻好不好 好 台光店呢 今天反彈 不對就是不對 壓力還是很沉重 沒有克服 成勤 對不對 不用爭嘛 這麼多壓力空頭格局怎麼會對 音樂達 越來越短 都快要跌破了有沒有 冒達 對不對 空頭格局壓力這麼沉重 你買它幹嘛 所以我跟你講AI怎麼看 我跟你講 AI變成肌肋了 肌肋有沒有肉 有 不多 食之無畏 氣之可惜 叫什麼 叫肌肋 對不對 所以不要 在哪在 這個 在那邊搞 那你搞的時候 一定要很小心 要選到對的股票 你選到錯的股票 你會賠得一屁股 好不好 好 這個積勒怎麼來的 積勒是一個 戰國時候 不是戰國 這個三國時候 這個曹操 曹操去打漢宗之戰 打又打不贏 打不贏想要撤兵又沒面子 那個是進退為股 怎麼辦 有一天士兵來問 我要丞相今天晚上的口令 進口令 激勒 激勒 兩個次 激勒 激勒 兩次激勒 他這手下一個謀臣 聽到激勒 猜到曹操的心意 曹操不想打 你打不贏 撤退又沒面子 他就發了一個心理就出來 今天口令激勒 激勒十字無畏 七字可惜 楊修就跟下面人說 趕快行李收一收 我們準備撤兵了 這時候曹操知道這件事就很不爽 他有沒有猜對曹操的行李 有 可是曹操用那什麼 擾亂這個軍中的秩序 就把他殺了 楊修是一個非常非常聰明的人 太聰明了 聰明到他被殺了 極樂 極樂 十字無畏 七字可惜 三國時候的故事 好 當最好的那段走過了 接下來請你也保重 聽懂嗎 搞怎麼樣 這個AI股票有 很多股票漲很多了 最好的那段走過了 接下來這段可能就比較坎坷 比較齊群 因為有的轉空了 對不對 有的可能漲不動了 所以你把資金壓在AI的時候 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所以我再跟你講 當最好的那段走過 接下來你一定要保重 你亂買是沒有用 亂買你會賠死 好不好 好 股票要問股名代號電話 在直播正下放一個Lite連結 你發上來 留下股名代號電話 三個都要留 缺了我不會回 三個都留 我就一定會回答你 或者是透過LiteID碼 小小數位25006999 來搜尋 搜尋就可以找我們的Lite 好 市場最熱的ETF怎麼看 這個是太多資金在裡面了 上兆資金在ETF裡面 現在投資人都覺得自己很聰明 我不要買股票了 我自己來買ETF就好了 我好像定存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的東西 怎麼會一樣的鬼扯 好我們看今天 最熱的 00940下跌 939下跌 這大盤漲80點 好 919下跌 那怎麼都下跌 00940 你看現在剩9.7了 哎呀不是10塊嗎 怎麼會9.7呢 掛牌 11號掛牌 到現在9.7了 那怎麼每況愈下呢 不然939一樣 對不對 怎麼會這樣呢 原因是什麼 來注意看 原因就是這個 哪裡標的 940選出來 40檔標的 跟這50檔標的 其中每檔股票的權重不一樣 那他買的比例不一樣 那假設他有1000億 目前應該有2000億的 2000億 他用 9.13% 將近210億要來買長榮 配比就錯了 那怎麼去買長榮 買比重最高 你看他比重最高是長榮 第一個9%多 9.13 第二名就變3.5了 有沒有 星象有沒有 聯電3.2 你發現這都不對 長榮也不對 聯電也不對 這個中美金也不對 聯發科也都快掛了對不對 環球金也不對 你看 聯電也不對 你都買這些不對的股票 你股票怎麼會漲 不是嗎 而且長榮比重還壓那麼高 這太離譜了 好 包含919也是一樣 你看 比重最高的 誰 12% 長榮 怎麼每個都壓長榮比重最高 其他沒那麼高 其他你看這邊有2% 3% 1%的 還有零點幾 那怎麼長榮一檔股票壓12% 怎麼這麼 他們都這麼喜歡長榮 陷入了迷失了 為什麼 除犬除喜的迷失了 你看 天啊 萬海 貨櫃山雄 100 2022年最高點 353跌下來到443 好可憐 跌88%了 陽明 最高點 2022年7月 234 跌下來到41年跌82 好可憐 貨櫃山雄我自救會 你去臉書上查 貨櫃山雄自救會 你就看好幾萬人在裡面 長榮 跌6%而已 有比較好嗎 因為他減資的關係 減資缺口 跳上去 其實他跟陽明 跟萬海都差不多 跌8成 如果你不減資都快跌8成 哪有比較好 沒有比較好 不要傻 透過這邊 所以先想看 這股票這兩年跌了快8成 怎麼這些資金都把它比重都壓在上面 而且壓10幾% 9%多12% 939 940 怎麼會那麼離譜 你自己看 這邊有 這邊都比重 919 919 12.46% 長榮 對不對 940 9.13% 長榮 第二名就剩3% 第一名長榮壓最多 你看9%多 那怎麼會這樣 投資朋友 貨櫃山雄這幾年不是很慘嗎 對很慘 那怎麼壓那麼多 這減資的關係 沒有減資也都一樣 現行都差不多 就8成 下跌8成 那怎麼會這樣 去年前年不是賺很多錢嗎 賺很多錢為什麼得這樣 股價市場就這樣 不是這樣 不是你說賺很多錢就會漲 好不好 所以在2022年2021年的時候 當時有大學教授拍胸部說 這種不買要買什麼 甚至有很多投資人 抵押房子去買後鮭山雄 最後股價跌8成 當然馬上剉賽 搞不好房子被拍賣 將來被拍賣 還不起了 股價沒有回來 後鮭山雄當然講好的人 拍胸部保證 現在那影片都不見了 股價跌8成 懂嗎 很多人在唱安平追祥曲 思念郎君能夠回來 神清飛昂彤長尿 神清飛昂彤長尿 金色的頭髮 因為他的郎君是 荷蘭的船衣 荷蘭人 金色的頭髮 想他的情人 沒回來 也不曉得什麼都回來 永遠都不會回來 他還懷孕生了一個小孩 哇天啊怎麼辦 小孩沒爸爸 不回來 所以安平追祥曲 在那邊傻傻等 就會跟王寶川一樣 王寶川還等到薛仁貴 薛平貴回來 苦手含咬18年 薛平貴回來啦 荷蘭的船衣是沒有回來 安平追祥曲男主角是沒有回來的 去就不回來 來台灣泡了一個牛 讓這個牛生了小孩 大肚子然後就回國 不理人家 所以當時鄭安平跟你說什麼 202年8月6號 是當時都有講 韓英古高隆套了 後許你要套10年才能解套 小學4年級等小孩子當兵回來 當兵回來就22歲嘛 才能解套 天啊 10年才能解套 當時我講很多人不相信 現在都相信 現在在這裡爬不起來了 不相信了都相信了 當時多人打來罵 把人家側幹給他王八蛋 罵了一無四處 現在呢 現在還要罵嗎 感謝我啊 對不對 不相信 不相信我能祝福啊 懂意思嗎 那你看看這些股票 那為什麼反正這939 940 919 權重壓9%多壓12% 壓在長榮身上 對不對 你自於想 為什麼這種思考 本利比嘛 配息啊 去年配10塊 今天搞不好配2塊 你用去年的配息來算 這個所謂的殖利率 這根本就鬼扯 理論是不通的嘛 那如果會通 會通就不可能這樣跌了啊 怎麼會跌八成呢 會通就不可能這樣跌了嘛 這樣懂意思嗎 你貪了那個配息那個殖利 結果股價先給你跌八成 你看你幾十年才能配得回來 搞不好10年都配不回來 為什麼 股價下來了 賺錢賺不到股價下來了 他還能夠配那麼多息給你嗎 還能配70塊給你嗎 不要傻 連配7塊都有問題了 還要配70塊給你 所以你最後發現 那所謂的EPS本利比殖利 你根本就是鬼扯 根本就是狗屁不通的東西 那最後呢 最後我就不用講了 好不好 他要講嘛 你看我當時都有講 不相信啊 對不對 不用被人罵啊 你有印象中 2022年7月 21年 2021年7月 當時詹明有跟你講 韓國要開始倚天屠龍的 來 打一個1 再寫有 不是看一下 很多人 全台灣只有我講 不是每個人都講 只有我講 你有印象的 打一個1再寫 這打1 大安寧 游安寧 他一定是很認同 有沒有 有嘛 我確實有這件事嘛 對不對 很多人都說有 都有聽到 難道我沒講他會聽到嗎 見鬼怎麼可能 洪傑芳 詹德偉 這個李慶鳳 許文藝 有嘛 都有嘛 美美吳宗鼎都有嘛 我一定有嘛 很多人不相信 不相信我們就祝福他 古事本來就這樣 所以你想想看 又把長榮當作最主要標籤他全值那麼高 請問這個價格到底對不對 那為什麼把他全值那麼高 因為他覺得他配息會配很多 現在股價配起來 這殖利率很高 你殖利是騙人的 他搞不清楚 上兆資金在玩這個 所以股市怎麼會 這麼多愚蠢的散戶呢 環貴思考這股市錢怎麼這麼好賺 因為很多人搞不清楚 股市錢怎麼這麼好賺 很多人都不會做就要來玩 他根本腦袋沒有通你知道嗎 這個 這次我親民回去掃墓 這個孩子的媽就講 我的小兒子 他說小兒子 第一個他從來不買參考書 現在國三準備考大學 考高中 他從來不買參考書 他國一的時候他媽媽幫他買參考書 他就跟他說媽媽你不要買參考書 你買我也不會看 你不要買 第一次發現買回來他都不看 所以第二次他就不買了 到現在從來沒有買過參考書 第二個他回家從來不讀書 怎麼都沒在讀書 媽媽 我在學校已經讀八個小時了 我回來還要再讀 回來從來不讀書 就沒有人看過他在讀書 姐姐也說爹地好厲害 從來都不讀書 沒有在讀書 也不看參考書 沒有在讀書 那就算了 這次回去媽媽跟我說 數學考了一百 物理化學 理化 他跟我說 考完試處 他說我這次一定一百 結果沒有一百九十五 他回來就有點不高興 應該一百為什麼要不要學一百九十五 理化非常的強 數學很厲害 一百 沒在看參考書 也沒在補習 都沒在看書 就說我怎麼生到這種小孩 我都在打門 怎麼那麼厲害 比我還厲害 哇操 媽媽跟他說 你要多睡覺 晚上不太睡覺 喜歡玩電動 打電話 你要常常睡覺 現在整長 省長期 你不睡覺 你會長不高 就麻煩不用 我現在一百七十二公分 我現在已經國三 贏過一半以上的同學了 你這樣沒有長很高 你不會自卑嗎 他回答媽媽說 兒子 你沒有長很高 你這樣也不會自卑嗎 結果他回答媽媽說 媽媽 你是我們家裡面最笨的 你有自卑嗎 媽媽還不曉得講什麼 多聰明 他大話多聰明 這次太厲害了 好 那我們再看國權系統 群力 台00919 23線快跌破了 不要說我沒講 高檔還在那裡盤 快跌破了 第一線變短 不要說我沒講 標的有問題 00939 怎麼會這樣 掛牌到現在 空頭格局 因為資料還不齊全 中線還沒有出來 第一線第三線都轉空了 空頭格局 你買這股票你怎麼會賺錢 不是嘛 那個出發點都不對 指律率高 出發點就不對了 你就是鬼扯了好不好 買錯股票 時間浪費掉 賠掉錢賠掉 賠了夫人又責病 太可惜了 好不好 如果反敗為勝 很簡單 你能夠找到排名單 最強的股票 你自然就能夠反敗為勝 老師現在有排名單最強了嗎 有啊 雷克 4月2號到今天4月8號 我們已經賺25%了 兩次出場 賺25%了 這五塊錢 四十幾塊買了 四五二 到今天兩次已經賺11塊 這不是25%嗎 沒幾天啊 中間還放了三天的四天 清門假期對不對 沒幾天啊 來 雷克 這天買的 看到嗎 4月2號 追上去 拉上去 打下來 在這裡喔 這裡喔 沒錯 當時是漲了4.5% 4.9% 有沒有 4.5.2 在這裡買的 有喔 在這裡 4.5.2買 為什麼 三線架構很漂亮 對的嘛 買進了 買完之後在這裡 漲停板 在這裡買了 再看一遍 對的喔 在這裡喔 沒有 在這裡喔 有沒有 買完之後 咻 工程漲停板了 本來452嘛 被47.5了 哎呀 漂亮漂亮漂亮 有沒有 47.5漲停板了 沒錯啦 好 隔天 這個這天是 我們4月2號買的 4月3號 4月2號11點59 快12點買了 快吃便當的時候買有沒有 隔天早上10點鐘 就把它賣了 賣多少 賣50.3 45.2買了50.3 就五塊一啊 放口袋了 你看沒幾個小時啊 喔怎麼那麼爽 對啊 沒幾個小時啊 12點 1點半 一個半小時 開盤 兩個半小時 欸 五塊一把他放口袋了 因為接下來放親民假期了 那這個投資人啊 大部分我的客戶都可能 最少都買10張了 那買個10張 賺5萬啊 賺5萬做什麼 回去親民掃墓 請個親戚朋友啊 碰到長輩發個紅包啊 碰到父母不用發個紅包嗎 這5萬剛好夠用耶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太漂亮了 我們的獲利慢慢就呈現了 好今天跌科 今天是禮拜 喔又漲停板 老師你賣錯了 今天又漲停板了 你怎麼知道我賣錯了 對啊今天又漲停板了 那不是賣錯了嗎 不會啊 我賣完之後 對不對 10點賣完之後 跌回來 我再買回來就好了 有嗎 有啊 我再買回來啦 1點12分有沒有 有喔 1點12分 快收盤囉 快要放親民假1點12分 有沒有 有沒有 再買回來多少 49.9 有啊 再買回來 49.9 49.9有沒有 4月3號親民快要放假 對不對 49.9再買回來 結果今天呢 碰漲停板 哇 56.6 哇 就又有了又有又有了 對又賺了 對不對 又賺了 56塊賣掉 有沒有 又賺了對不對 又賺12% 很開心喔 兩次呢 25%把它放口袋 中間還有 還有這 你不要4月1號到8號中間 又放4天價 25%把它放口袋 這時間都很短啦 你再看一次喔 你看我買的時間 1點12分 今天呢 今天是 9點57 哇 那這才多久 1點12剩個10分 15 17分鐘收盤了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不到 一個小時17分不到 你看 把它賣掉了 哇天啊 天啊 25% 進去時很短 閉門紅線 哎呦又出來了 太棒了 你覺得我賣掉 賣掉我尾盤再買回來 這我的操作你跟不上的 老師我看你便說 你跟不上的啦 這樣懂意思嗎 你只能驗證 哦老師真的有獎 哎真的 哎老師又賺錢 你沒辦法跟 你絕對跟不上 那我不希望我獎 你再來幫我們抬轎 我出貨你再來買 到時候你賠錢我拐我 我跟我沒有關係 好不好 我不希望你這樣 好不好 就像這個一樣 同4天喔 1 2 3 4 連4跟掌停板 哇怎麼那麼厲害 對啊 4天4跟掌停板 連續的喔 沒有停喔 有沒有 哇太棒了 378把它放口袋了 一樣做兩趟有沒有 你看這多久 2月23到3月12 18天而已啊 快5成把它放口袋了 做兩趟而已啊 怎麼操作 這就是操作 我說你跟得上嗎 看到好的標題我自然就會進去 沒看到好你不要逼我 老師好幾天沒有買股票了 我沒看到好就不會買啊 你要叫我帶你買一支不是很好的嗎 就不要逼我 懂嗎 會員都不要來吹我 自然看到好自然我會去買 你不用講我會去買 就像剛剛講雷克一樣 賣掉不錯 我再買回來啊 我再買今天不是有掌停板了嗎 1點12分再買回來 今天9點還不到10點就賣掉了 你持股票的時間不到一個半小時 我又把它賺錢又放口袋了 2天25% 所以你不要催我 我自然該做我會做 不該進場我看不到標的我不會買 不要逼我 我們買的目的是為了賺錢 不是為了上電視表演 騙觀眾啊 我不做這種事 我們是實實在在的 知道嗎 我的會員都知道 新的客戶可能不知道 老師你怎麼兩三天都不買 不要逼我 如果你要每天做你不要來找我 這是為了上電視表演 然後手上買一大堆買 每天買每天買100多檔 最後你只能買幾檔 你沒那麼多錢嘛 老師每天都賺錢 每天都賺錢 你賺不到 沒有用啦 鬼扯啦 好不好 如果找到軍工股最強的 一樣啊 排船 不是啊 這沒有最強啊 這個不是啊 真的不是啊 最強啊 就農德造船啊 沒有 世界上有漲停板有沒有 有啊 農德造船啊 有沒有 有啊 賣掉了 賺9塊 很開心有沒有 我們做幾趟了 普通會員 特別會員兩趟 總統有啊 都有啊 這不是很開心嗎 對啊 農德造船特別會員做兩趟 29.5元 有啊 你看很開心嘛 所以慢慢慢慢的 今天4月8號 2S6到4月8號 普通會員 所有多單都在裡面 如果缺一檔 老師你有一檔沒寫 沒關係沒寫了 如果你賠了 不滿意 沒關係我推賠給你 所有多單都在這裡 從2S6到4月18號 當然手上還有抱著的 就這麼多 那我手上的股票不會超過五檔 就這樣好不好 好 跟對人 幸福都來的路上 有沒有道理 來 解股票 今天問的股票有兩個投資人 第一個是群雅 記得不要每天來問 每天都來問 每天都來問 那每天問的意義是什麼 沒有意義的嘛 你兩三天或三四天問一次就算 每天都來問 每天都來問幫我擋掉 我不解這種股票 每天都來問的意義我不曉得什麼 我不是你的工讀生 每天來問股票 每天問就沒意思了 每天都來試吃 每天都來試吃 就是不買 每天都來試吃 你偶爾來試吃一下算 每天都來試吃 每天都來試吃 你乾脆來臨便當算 這樣沒道理 這樣我就不喜歡了 好不好 可以問 那不要每天 好不好 8096情雅 情雅對不對 電腦 對 看到嗎 這對的 強不強 不強 對但是不強 看到嗎 沒錯嘛 8096 809 情雅 沒錯 8096 再一次 8096 情雅 今天跳空脫離這盤 因為這邊有個賣出訊號 所以要脫離這個盤整區就要跳空 但是它沒有很強 但是也還好 今天拉起來三線結構也沒有很醜 就這樣好不好 然後前段這一段 這段好厲害 大漲一波上來 有沒有看到 一樣很多賣出訊號 怎麼樣 跳空長 我幫你脫離盤整區 漲上來一波 好 這是不錯的股票 好 接下來是 這剛剛是曾先生問的 問情雅 接下來是劉小姐問東元 1504 東元 對不對 對的 這格局還是對的 目前架構上還是對的 前面這邊都不會漲 壓力很沉重 拉起來之後 目前形成多頭格局的股票 所以說我們要去做多頭那一段 不要去碰空頭那一段 空頭那一段不要跟它玩 你跟它玩你賺不到錢 所以很簡單 這股市 你要有能力去判別 這股票多頭 這股票空頭 對不對 好朋友 壞朋友 好學生 壞學生 壞朋友不要跟它敲網 來就想騙你的錢 想坑你 帶你去死 不要 我們要找到對的人 做對的股票 當然我們最好有能力來看到 看懂對的股票 那如果有一天你都看得懂了 像台中在無中頂 買一台露營車 自己都看軟體 他也都會做 大部分都會 有時候碰到我就跟我 老師我給你討論一下好不好 給你請教一下 這個人我得跟他教 工業越來越好越來越好 大家都很好 有一天你會做 你也不一定要跟我做 你自己做就好 大家變成好朋友 這樣都很開心 所以這樣是對的 慢慢教慢慢學 有一天你能夠長大 能夠獨立 不要每天踩到錯的股票 每天要錯的股票 要賠很多錢 不值得 這不是我們要的股市人生 好不好 跟對人 幸福都在來路上 沒錯 與鳳王同行 必是駿鳥 與虎狼同行 必是猛獸 我希望在股市裡面 你變成一個駿鳥 變成一隻猛獸 不要變成一個小雞 隨便人家把你吃掉了 不要這樣 我們來股市 就是要贏錢 不然你來股市幹嘛 你要賠錢就不要來 你逃跑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變成一隻駿鳥 變成一隻猛獸 你就跟 鳳凰同輝 跟狼虎 虎狼同行 不要弱弱了什麼都不懂 被吃光了 好 中天粉絲 就是要問股票 我們節目結束之後也都可以 股民帶到電話留下來 你有理由 我看到都會快速回答你 那你就是中天台粉絲 就跟我們講一下 你是中天粉絲 非常開心 中天的觀眾有很多 這個在網路這一塊 中天經營的不錯 那我們最近直播 中天播 帶來很多的粉絲 我們對中天電視 非常開心 非常感謝 當然很多感謝 很多觀眾的支持 肯定跟鼓勵 當然包含老客戶 我們都是一視朋友 有中天台粉絲 特別跟我講一下也是中天粉絲 好 有股票要問股民帶到電話 留在直播正下方連結 或者是 透過LINE的ID碼 小阿蘇A25006999都可以 我們節目結束後 你有問題 我看到也是會立刻回答你 好不好 我們進到這裡 明天再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大宇國際投顧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避開投資限級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為您打造夢想的財富 0225006999 0225006999 0225006999 中文字幕——YK